比如說單獨或者是什麼無垢的警覺性也就比較高 我都不說出來 我不喜歡 可能小時候比較不懂 可能對於不喜歡的事情不太會去說 然後有一個不敢說 可是慢慢想說之後 我就發現如果不說就這樣子不會知道 所以我就會 不管怎麼樣我先說出來再說 最近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 也不好去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議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社會上不只有這個議題 是需要大家關心的 那我有在思考這件事是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認為可以告訴大家的是 如何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還有如何保護自己 因為當你感覺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有權利說不這件事情 你要如實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那我覺得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事情發生的時候 是可以勇敢的告訴你身旁的人 那如果你不敢告訴你身旁的人 或者是你親近的人的時候 那就打一一賽 對 那還可以做什麼呢 然後我覺得就是 對人要有善意 還有能力性 那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 關心身旁的人 然後對他們多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會變得很厲害 你說說他一起演模式 我覺得那是我們 可能跟他相處的感受 那已經是銀色世界 對我也不好去說什麼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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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過 對 對 …